近年来平缠重大社会事件 症结 小灯泡等随机杀人事件 让人对下一代的教育感到忧心 周六下午 新唐人电视台推广品德存折活动 从看优质动画 天庭小子小乾坤 和悠有自在 以及历史节目 笑谈风云起 品德教育从小扎根 让小朋友在无形中吸收良好的文化与内涵 周六下午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台南 举办启动品德存折交流茶会 和新唐人原创动画 天庭小子小乾坤人偶 这次不仅带大家跳动动操 更是担任品德存折的推广大使 要给孩子们一个有得的富有人生 学校里面如果要来推展品德教育 非常好的一套的这样的一个教材 尤其是今天我们特别感受到 品德教育远胜于财富跟学士的 这样的一个理念认知 我相信这个未来是教育发展上面 最要重视的一个课题 孩子会在这样无形当中 透过这样很有兴趣的一个学习 然后就吸纳这些观念 然后展现于在他平常的一个生活 那乃至于往后的一个整体的一个 对社会教育的一个推动 我相信都是非常棒的 会中播放听起小子小乾坤 又有自在以及适合国高中观看的历史节目 笑谈风云 让与会来宾们如获至宝 纷纷称赞这是给孩子们学习最好的教材 在我们台湾以前所有的一些动画来 里面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细致 然后又很活泼 然后不会说很僵硬死板 从小学从幼稚园那边去扎根的话 小朋友接收度应该是蛮高的 我今天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我自己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从小到现在 我不晓得我们的字体是这么的有意义 还可以用这个文字来教育小孩子 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 推动品德教育从小扎根 更带动社会共同关注 品德重于知识财富的价值观 是这次活动的理念 今天来到这边真的也非常感动 在现在这样公立的社会 还有一个这样的优质的电视台 愿意做这么棒的节目 新台人这样的一个电视台在台湾 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而且对未来的世界来讲 我觉得它会占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 就是它可以推广我们所谓的 中华传统的文化这样的事情 而新唐人台的办事处说 举办品德纯折交流茶会 是希望发扬中华文化中的重德内涵 进而带动社会通往一个正面的善的循环 新唐人亚特电视李君荣 台湾台的报导 1分钟